第三试题 夏日晴天正午时分 小翔取一镜片至于未点燃火柴棒上方 发现火柴棒上有一个小亮点 不久后火柴棒烧了起来 如右图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图示上面光线是有穿过去的 有穿过去表示所使用的是透镜 而凸透镜有汇聚光线的作用 可以把光线汇聚在焦点上 那里会最热最烫可以点燃火柴 因此第三试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镜片为凸透镜 火柴棒的起火点位于透镜焦点上